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场出现战的比赛 这边蓝色的重组选手就是森 来自于我们宝岛台湾的虫王杨家镇选手出现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迈科赛德上来就修帝宝了 好的这修帝宝看一下生人怎么防备啊 他看了杨家镇的比赛的你知道吗 杨家镇你看好贱啊这个放的 我刀得住呀 他放这个位置主要就是你不是看了吗 你以为我偷黄金矿是吧 我就不偷我就开这个矿 这个位置绝对贱啊这个位置 杨家镇他也会打比赛了 智商会不会被爆 关键他的对手是个瞎子你怎么办 就上来看 不对呀 迈科赛德觉得不对呀 迈科赛德你知道对手开矿了 现在问题就是迈科赛德你看又拖了农民过去 这个战术啊其实迈科赛德已经成功了 那个杨家镇已经成功了 对 他能不能看到啊看到基地了这个这个太重要了 如果他是像那个新加坡逼天一样 从上面绕过去的话对吧 如果是绕过去的话就看不到了 这个反而啊我觉得比较难守 你居然看到你也很难守 你要拖很多农民过去 嗯 看到了人家能看拖几个农民 至少拖五个吧 不拖 退 是不是要退这个呀 你退 这个都快招好了呀 他要退了他要退了 他应该要退了 退退他也退呀 大家都退呀 然后杨家镇看黄金矿 你看我杨家镇看那个矿 那个二矿开的让人想死好吗 杨家镇现在他主要是什么 他偷了左边这片矿 家里面你三个地宝逼迫对手退一次 你也不赚 我觉得可以退了这三个地宝 对呀 退了一个 其实你可以就剩一个就好了 而且退的那一个 我觉得是不应该退的 能够护住这根水晶 你现在两个 他一个女王过来打你很尴尬 对 怎么说从开局上来说 麦克尔赛的 有点小力 杨茄赛的各种荒对手开黄金矿 从他的视角里面 看不到对手开任何一个矿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一片漆黑 本来没关系 反正芒霞生下来就是黑的 对对他来说本来就是黑的 无所谓的嘛 你不能这么说 他 花满楼我告诉你 他不是天生就是瞎子好吗 也看到过蓝天的了 对啊 也看到过蓝天的呀 哈哈 蓝天看得很好啊 也什么都看过的 不过圣这边 这次的这个战术准备啊 真的是 就这个应变能量 我们可以看 就这就是一个经常去国外打比赛 并且经常能拿成绩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 对 所以像聪明啊 他也会打比赛的 不过有点可惜的 森好像没有 没有来打过我们那个 呃 NSO对吧 刚刚你放那段视频的时候 他以前还是鸡好不好 他以前也不是鸡啊 他没 他是没出现 哦对 我知道了 他刚好跟他比赛冲了 当时NSO是邀请的国外选手 哦 这样子吗 他冲了 他的比赛 他没来 也是 也是 后来不是让燕来的吗 你要知道 当时 他们来是对的呀 台湾那边来的就是燕和那个嘛 Slam嘛 嗯 对吧 在那个就是菲律宾夜问嘛 然后刚好那个 刚好那个森 他是 他有什么比赛冲突了 来不了 嗯 因为当时打NSO要来上海住一个月 森 森又是一个 一公狗的这样的一个开局啊 麦克赛的直接一波了 但是森的房子刚好飞进来哦 这个房子立功了 如果往左边一拐就什么都看光了 拐了呀拐了呀 好看防守了 这这边就看两边 森是直接爆了十十几条狗啊 十八条狗好像爆了 而且是生了一攻啊 赵王塔也放下去了 好了已经双方已经没有任何战术可燃了 为什么盲侠会知道左边开了框吗 他就跟水晶点的 我靠在他视野里面什么都不知道 不会为盲侠呀 本来就是靠意识的好不好盲侠 这两这结果还解决不了这两个地方 这太尴尬了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没问题没问题 本来是解决不了的 刚才为什么不咬了一个房子吗 要咬两个地宝 这波狗损失还是有点多 这八兵开开的八门齐开 对这个有点凶了 盲侠这一波有点厉害 盲侠这个时候因为自己自己瞎了 所以领悟领悟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八门齐开 但是这个狗有点多啊 这波狗真有点多 谁干谁还不知道 不过他有一攻 这个差有一攻 有一攻有一攻有一攻 但还是打进不住狗 狗太多了 狗太多了 一攻已经换了 已经换了很多东西了 第一波如果被这样包的话 后面蟑螂出来你怎么办 对蟑螂也出来 马上小狗的一攻也好了 这个 手住了 笛啊打的 太有经验了 真的非常有经验啊 好了 我就我就 这几盘比赛让我感觉 重足路我开黄金矿 让神猪好像有点没办法 就欺负你打不下来啊 对啊 你经验比较足的这种重足拳手 你想一波打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越打一波他越开心 对他就防你一波 他也不需要防其他东西了 这波打完之后 麦克勒赛的整个局势已经是非常恶劣了呀 不得不感叹一下 森啊的确打的有点有点好 他防守真的好 真的好 而且你看他每一次出兵的这个时间点啊 卡的就是刚刚好 我觉得上一届功夫被森打了一个 森不是小组赛当中跟趴婷也打过的吗 后来决赛也是打的趴婷 虽然决赛被趴婷搞得有点伤啊 但是他的小组当中是差一点就把趴婷赢了 他的防守趴婷都差点没打穿 他的对手是趴婷好不好 是个现在可以说是星际二最强的选手 对 趴婷在今年的胜率是达到了80% 什么马鲁这种都靠边站 我只认趴婷 趴婷最今年的整个状态真的很好很好 SKT1也是难得做了比 做了比 SKT1他已经走了 他现在在那个闪电狼 闪电狼 他是加入到闪电狼之后 反而是整个成绩提升非常快 不过趴婷给我感觉 他是一直猛的 这几年他都开始 也没弱过啊 也没弱过 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会 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SKT1打 打战队联赛的时候 稍微状态不是那么的好 就个人赛也没出太多成绩 但是他离开SKT1之后 个人赛又变猛了 他本来那么菜的这个PVT啊 现在变得猛如 我看他什么时候PVT菜过 他以前PVZ很菜的 就是那段时间不是三不朽被削了吧 还是什么 三不朽被削那一波 他PVT一直都很猛的好吧 他就是PVZ菜 相比以前同样猛的 什么大Hero 现在不知道已经死到哪里去了 大Hero最近比PVT惨多了 我都不知道大Hero在干嘛 在打呀 这波能量包上去吗 他张罗没有速度不敢上 张罗速度好了啊 好了 SKT现在 要猥琐开这个三框 其实 也可以也可以 他现在猥琐开三框是对的 他只有猥琐开三框才有机会 他出去打一波是不可能打得下来 身上的兵很多啊 忙起来了 为什么他老是在的这个兵里面会混一个农民在里面 好出来点水晶呢 习惯好呀你看 好看立场了 这边看立场 看怎么有减速的 有减速 两把减速 看怎么用 立场想吃 哎呀 埋地了对手 看到埋地差不多该跑了吧 走了呀 这波要被生换家了呀 要包 立场隔得还可以 这波立场隔得还可以 还不错还不错 哎 你后面这波冰克干嘛 麦克逊的立场隔得还不错 但是没立场了 但是没立场了 这波走了呀 这波不走的话 而且杨佳任你隔了东西 他直接埋地了 你 你这没有那个反应形 你过去干嘛嘛 盲侠不需要反应形 我个盲侠要被打死了盲侠 盲侠 对他来说 都一样的呀 杨佳任这盘有点猛啊 这纯暴蟑螂狗 他 他那个这盘 他的经济好 他经济比上盘好多了 农民数量 我们看他控制在58个 极限暴兵 这个就是其实 有点像最早自由之翼的时候的打法了 但是这 这波已经 已经是可以说逆天了 已经 对 这个自由之翼法虫最喜欢这样打的 赛的 也很难 很难搬回来这个局面 对 当时我记得神族 最流行的就是三不朽 对吧 9分钟三不朽 然后过去被法虫这招直接打成马 对 法虫也是因为这招 所以才变猛 对 就是傻暴嘛 当时我们说的蟒腹流嘛 机器 1比0 杨佳任这个暴兵啊 我们看到有多么的恐怖啊 1比0 当然他的这个暴兵主要还是建立在他这个黄金矿开的早的前 哎呀我跟你说运营运营的好你也可以暴出来的呀 嗯 对不对 对好来等第二场第二场是什么图 第二场地图失败的远征 失败远征啊 好像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神族现在都讨厌有黄金矿的这种 这种地图啊 对 因为黄金矿是从族现在就开了 开了就等你打一波嘛 对吧 的确你不打也不是 因为你不打的话 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你的 劣势会越来越大 对 经济会越来越差 现在重促真的 你防守经验好的你真的打不进去 真的打不进去 他我们看他整整个那个防守啊 杨佳任的整个timing点卡的是非常的准 对 兵力的调配也很准 他说 等等 不知道等什么 够 够了吗 嗯 好 这场如果 赛者输了的话 那本届功夫杯的两个瞎子都已经被打 打出功夫杯了 嗯 再次证明 盲侠的确不太适合打星级 呵呵 呵 好来看第二场吧 看第二场 失败远征章地图其实两位选手都有点可能会不太适宜 我估计森又要去开黄金框 嗯 这个图 可以开黄金框 狠一点直接开中间的篇黄金框吗 可以的 这个图完全可以的 我 完全可以 这个图海黄最喜欢那么打 稍微等一等啊 不知道谁的机器卡住 海黄打这个图非常有经验 好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蓝色的这位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保岛台湾的重组选手 杨家震森是出生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 而左边黄色的神组选手就是来自于我们大陆的神组选手 麦克尔赛的武汉的一位神组选手啊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老将啊 这几年也算是成绩非常稳定的一个 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 对 当时刚才大家不是看了这个NSOE的这个宣传片吗 麦克尔赛的都已经在里面了 对吧 是啊 他也是WCG好像每年都出现的选手吧 他 连续三年都出去了 基本上都是出现的 连续三年都出现的 对对对他都基本上都是出现的 他每年都出现 11年他也去了吗 11年 11年不是 11年他不是在八进四的时候败给我了吗 还是 11年你们三个一起去的呀 你习惯还是 他第三名 他第三名 对他第三名 他半局再输给我了 对啊 11年嘛 然后12年是他 他不是拿了个第三名吧 嗯 他第三名 他是半决赛输给了帕亭一边 然后那个13年他也去了 其实迈克赛输在新制二的那么多中国选手里面 其实迈克赛输算是比较幸运的选手了 对 其实一年的时候他不算最强的 一年的时候 他只能说还可以对吧 嗯 挺稳的打的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他打你好像 他打你好像 输了很多 哎 那个时候一年时候 我我是最强的手机师 对 你好像你就打不过西瓜那个时候 对 那时候我就RVC菜一点 你打不过西瓜 然后 然后还有那个谁呀 当时我觉得强的罗娜还蛮强的 罗娜 当时罗娜强的 然后 然后强的蛮多的 然后什么陆菲菲也蛮强的 其实当时我觉得是新制二最好的时代 选手跟水平差不多 这边农民一直不让他太阳压顶啊 对 这个操作不错啊 这个操作 刚才这个操作非常好 他就是不停的一直绕着 不让你太阳压顶 这边也是双开了 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到 11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选手水平也差不多 韩国选手也没那么强 当时的确韩国选手没那么强 因为当时韩国CASPAS选手还没过来嘛 然后所以说导致了 韩国其实跟中国其实差距不大 而且中国选手那个时候很多 中国选手 主要韩国那个时候有个MVP有点烦 嗯 这有点干不过他对吧 中国选手其实能拿得出手也很多 是吧 像什么Lodon 是吧 什么Colm 对对对 这些都是拿得出手的 GIM当时也很嫩 甚至当时英飞也能拿得出手 对 当时真的真的这个环境蛮好 我们做比赛的时候 NSO12年我们做NSO1的时候 那个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就线下这种感觉对吧 选手们打得也很精彩 嗯 不过来看比赛吧 我们还是算算算看比赛吧 看完比赛我们再跟大家吹一会儿这种当年的故事 对吧 因为现在肯定有很多新观众了 有有有些老观众已经没看了 或者有还有一些老观众是从那个呃当年过来的 对的 嗯 声音是三开 迈克赛的双开 这盘算是打实力吧 这盘我觉得赛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嗯 这盘这盘还蛮正常的 赛的还要去侦查 这农民还要去侦查 他好像没有发现对手这个 应该 哎我真的只能说你 你你拿一个农民 你点一个赛的农民 然后看一下他那个他那个那个视野 那他这种还不是盲侠 呵呵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嘛 盲侠摸过去了好吗 摸一下 他什么都不知道 摸一下呀 看到了呀盲侠 瞎子摸像摸到了好吗 呵呵 我怎么知道这么 至少你二框你知道看到对不对 一片漆黑 但没关系啊 没关系 他这个神度 他这个开局其实前期 反正只要知道重途三开了就行 哎这个VC点的位置啊 刚好又被看到了 一条狗看到了 嗯 就我感觉 赛的好像打圣战的选手 感觉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我看他打国内的选手都是 选择什么球稳 开三框 然后慢慢打出来 对 因为国内的在后期好像有点打不过他 嗯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打不过他 是啊 我也是有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不我不明白不是说国内的为什么打不过赛的 我不明白是为什么赛的没有勇气去跟胜拼一个后期 对啊我 这盘就应该是要拼后期了吧 他不至于 先是闪 我妈 不至于吧 兵已经点起来了 也可能是因为他说的卡 但卡的话你这个布林克 更难打呀 你斯林英出去把矿开了吧 这个可能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出去把矿开了 然后打三框 你怎么用布林克一波啊 兵已经点起来了 吴兵 没关系的为什么一定要打布林克一波嘛 这么 这么简单的一个战术 杨家政防起来应该很简单的呀 杨家政的打法我们看到 他都是提小狗一攻 然后暴狗 嗯 以暴狗为主 暴狗刚好是能够打布林克一波啊 对啊 你布林克过来 我就直接一波狗 先把你压退 杨家政应该是知道的 他因为看到你 刚才小狗上来 他看到你加速了 出门了 好 再抓你这根水晶 先抓一根 这根水晶 这农民不能 农民肯定要死 狗速马上好 哎 你过去不是被狗速包吗 狗速马上好 杨家政已经确认你一波了 嗯 狗蟑螂 嗯 这波怎么打得近呢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才能够把这波给打得近 迈克夏的不是一直是一个打后期运营的一个选手吗 怎么今天打那么激激进呢 对啊 全是一波 好了 杨家政这波兵过来 这只能怎么办 这波兵 回城了呀 这如果他 杨家政赶A就只能回城 好 补两个哨兵 补两个哨兵 站好 杨家政这边稍微有些失误啊 送了蟑螂 他居然 呀 没送 没送掉 什么 这两个红血的也能走掉 哎呀 杨家政这边是伤了埋地啊 你这个 太针对你这个布林克一波了 他已经清楚你是打一波了 他看着你 他有个狗批在你三框处啊 知道你没有开三级力 你就只能提前一波 他现在全力地抱狗长了 从这个位置卡到还可以 但是圣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啊 怎么感觉这是 在打自由之意啊 你有这种感觉吗 是啊 杨家政就卡这个位置 你好了 好了 挤过来 就 哎呀 还好还好 还好补了一波的一场 没这波立场直接倒了 但马上他有埋地了 圣这个暴兵真的是猛 他全力暴啊 这个手材全力暴 他有埋地 他在拖 杨家政两根管子能够拖出自己的埋地 这两根管子非常非常烦 让 让赛的现在是 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对 而且刚好有一个这个 这个芦苇虫这样 压着啊 这个草虫压着呢 你怎么办 不过还好是有势 有个 有个那个 母舰核心开着势 还好还好 这两个管子需要弄死啊 不管怎么说 好 点个地堡 这个地方必须要点地堡了 要不然的话对方又埋地 对 杨家政在等 因为他应该在等自己 张狼的速度 赛的这个位置倒卡的还不错 现在他要尽量的换你立场 好呀 杨家政要打了 好他埋地 你怎么办 就是赶紧再点VR 对 就是正面点VR了 现在 赛的已经破釜成座了 这不打不定反正就机器了 又是两根管子 好吃 跳走 埋地 还可以 跳的还可以 杨家政我估计这个时间一拖 这面 背面就要包了 要包了 但背面包 我觉得也包不过来吧 刚好是有堵 东西堵住 对这个 刚好是个建筑学 三根管子在这个位置 又被秒了一个追恋 杨家政这边 总是亏啊 对 150 169人口了 SID现在也很难受 很难受 这个位置被卡了 三根管 杨家政这根管 其实可以退一点 对 退一点 继续的插管 他知道了 你破釜成终于波了 我就插管 我就守这一波 哎 要捅后门吗 我换你家啊 捅你后门 你怎么办 正面我用埋地拖着你 三根管 四根管 五根管 这样时间拖太久了 这个一波时间拖太久了 SID而且没有升两攻 好像忘记了 对吧 他没升两攻 嗯 哦 背面一个换家 拖足够多的时间 SID现在 被拖出五根管子 这这这边已经是不可能打打得进去了 杨家政这个时候其实还可以分一波蟑螂从背后冲你的 对 正面五根管 你必然要冲 我也是阵型都排好了 就等着你来冲 你来嘛 200了193人口打131人口 SID这个时候正面刷不朽吧 你就在这个位置直接刷不朽算了 对吧 你只能在这个位置刷不朽了 你 他还想 还想往这个位置上挤进去 但是 管 管 有管 那么多蟑螂 哎他 他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不刷不朽吗 好 这波打了 这波要打了 其实我觉得杨家政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他 他少放一个刺蛇塔 如果有多一个刺蛇塔的话 他在这埋地一动 哎 我觉得这个时候SID就在这里憋不朽 就在这里憋 你别动 你就憋 你憋到180人口在 从另外一方绕出去再打 有很有机会的 杨家政现在200人口他也没有办法就 转型他没有转型的空间呢 那正面有点守不住啊 埋地一动一毫你怎么办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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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好 他两边的这个地堡都有点多 SID这个时候不要去挑逗杨家政 对吧 哎 现在是杨家政 说杨家政来说最希望就是跟你换 对 他只要把兵全部死完 我这样慢慢跟你换 其实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没有他投铁了 我觉得这盘SID有机会赢 真的有机会 这波蟑螂 还好 他两攻 只要不朽能够达到三个到四个 这场比赛杨家政如果纯靠 蟑螂来打 我跟你说真的一会要被打成屎 哎就看就看杨家政 这波埋地一栋蟑螂进来有点伤 嗯 这波是这一波 杀了将近二十个农民 有点伤这一波 也没有翻译型在家里 好来了一个翻译型 来了一个翻译型 杨家政已经乱了 SID已经乱了 杨家政这个时候要包 SID没有办法补充更多的不朽了 这个时候地方如果没有三到四个不朽 是不可能引 这个时候刷引刀 没用了没用来不及了杨家政直接包了 被包了被包了 直接包了来不及了 埋地一栋直接埋脸呢 直接埋脸 他有埋地一栋呀你怎么办 回城 好 也只能回城 32个农 回城也没用啊被杀了32个农 但是你这个引刀塔被看到了呀 被看到怎么可能有机会嘛 外面也没有水晶 这个埋地的浑雪是有点快呀 哼 打那么就没打死 好了这一波蟑螂 这拱上来 这这这这这 直接拱上来了呀 杨家政要跟你换 他有资源 他这个资源刚好是能够抱蟑螂的资源 所以他没有 没有必要不给你换 先过来蹭一蹭啊 蹭一蹭就走了 就看这就看这几把引刀 能不能逆天了 你个毛都看到了 怎么可能逆天 你以为杨家政 哎 妈的都是瞎子好吗 冯夕范的 冯夕范的眼睛也被戳瞎了好不好 我刀得住那么大一个引刀塔 放在他面前 他居然看不到 妈的不愧是 这种江湖人士决斗啊 他打到最后 打到最后 妈的瞎子打瞎子 这有什么意思吗 绝 绝不占你便宜 妈的 你看过那个李连杰眼的那部 那个金武门吗 不要死了呀 这种 你看过金武门吗 妈的金武门里面不是那个风 那个传越 那个传越什么 不是眼睛被吹了瞎了 李连杰拿出一块黑布把自己眼睛蒙住吗 妈的 杨家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杨家俊上来 跟麦克斯特一看 妈的是个瞎子 我也要跟你盲打 不占你任何便宜 是不是有一代大侠风范 有有有有 但但是这盘输还是输了 只是 我只能说 妈的 到最后 星际争霸 我居然打 打到最后变成了瞎子之间的战斗 其实C线的兵也不多呀 什么飞龙 他转了17条飞龙 这样比赛结束了 17条飞龙一出来就结束了 但是 因为正面这波要被吃掉 森的确是打出了这个 打出了大侠风范 妈的 连这种便宜都不占 好 大炮台开个 我还不信呐 他一波飞龙去追这个假的凤凰又是 什么个意思吗 他他在那个他在 搞引刀 搞引刀 他发引刀 好正面 想吃这波 能不能吃掉 他应该打不过狗飞龙吧 他飞龙二十几条了 你两攻追了也打不过那么多飞龙啊 换家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打 你龙狗换家是不是 嗯 现在杨家正虽然说人口看起来很低啊 但是他的这个兵种质量现在挺高 我告诉你现在关键问题是有三攻 三攻 三攻不打这边就好了呀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 好 龙狗呢 随时随地准备换家 对 我只要换你家 你场比赛就没得打 看麦克赛的这个三攻追猎能不能创造奇迹吧 能不能 截一波 对 这一波 要要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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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要要要要 有反应新的 有有有的有的有的 有在天上 费龙有点多啊 杨家正这个时候不敢打正面 因为追猎三攻打飞龙 其实很强 他又绕了一波狗在外面 他又准备去 换家的 麦克赛这个时候也很聪明啊 再拨冰其实有点厚 对 一百一十七人口 杨家正只有一百一十四人口了 妈的平时不是瞎子 不要忙打呀 武功再高你也不能 现在麦克森的尴尬的是 他的兵力不够 他如果全部压出来的话 肯定会被换家 对家里面有个大炮台 看反应 看反应 麦克森的 瞎了呀 哎呀瞎了 好好好反应过来了 抓一波 抓一波飞龙 你挖的弄死我吧 这要被双线穿死 这边左边这边边一穿 刷点引刀 这个时候破斧成就 换不下来 左边的管子太多了 也不好说 不好说 我告诉你不一定 这波他换了很多的追猎 看到这波追猎 我感觉 好像也不敢打 这边生意看 那么多追猎 有点需要 其实杨家正的四况很安全 那么多管子 八根管子 要包 杨家正敢包吗 看到那么多追猎 他就等着你来打 来冲的时候 我再包 看到那么多管子 这个时候如果把所有的兵 接出来 所有的兵接出来 还说不定有机会一波同 来来来 你要冲这个地方对不起了 这个时候不能冲 这个时候不能冲 他一定要走 完了 幻象没了 森一看没幻象 就这减编 没事没事 森还不敢打 后面接兵了 就看森现在怎么选择 如果这波兵接上 森跟他拼正面还不好说 不是不好说 就直接跪了好不好 两宫的狗 哦来看看 这边麦克斯特在逼森打 立场 把狗壳开了 森怎么会打 绘炼已经冲上来了 森打不过 这波 这波打不过 好了好了 要换家了 森肯定要换家了 这波只能换啊 森还要A正面 森要输啊 A正面 森把所有的农民都拖过来 什么意思啊 他好像A正面了 麦克斯特 他希望的就是你 A正面啊 来来来来 他要的就是你A正面啊 好了好了 这样的话 三宫追猎换了一波追猎 在前面挡着 就看这波铁血了 就看这波铁血 飞龙好多啊 还是有点打不过呀 现在 哎呀 好像追猎不够了 追猎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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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宫追猎这都没打赢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杀了46个农民 还有杨战争也没农民的嘛 没农民没关系 没冰的 这波飞龙怎么解决 急急 最后还是杨战争啊 虽然打得很纠结 最后还是靠这波飞龙打赢 当时不知道他有多少条飞龙啊 打完了还剩21条 他当时差不多有40条飞龙 对 麦克赛特如果当时用引刀和和两刀三个球 可能会效果好一点 对吧 那这样的话最后还是恭喜一下杨战争是拿到了我们第二个这个出现的名额 那麦克赛特也是被淘汰出局了 非常的可惜 明天晚上的9点钟 我们依旧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地组的比赛 地组有节洞啊 有节洞 有法国的莫瑞诺的 当然也有托普和这个沙匹这几位选手 嗯 我们最后抽个奖吧 抽个奖